在本期论的意义上感性是什么 马克思就返回到伊比丘罗 伊比丘罗在和德莫克尼特是一个实证主义的哲学家 所以他在讲感性 他是把感性当作一个认识论概念来讲的 认识论概念 所以他讲这个主观的假象 但是伊比丘罗他认为感性的东西指的是人的存在本身 什么是感性 感性就是人的现实的存在 它是一个客观的现象 那么如果在认识论的意义上 这个感性讲的是人的知识的获得问题 所以他是不能进入对感性的能的存在的说明的 你不能说明这个感性的能的存在是什么 而对能的这样一个本体能的意义 就是说把感性看作是能的本身的一个存在 那么这个呢就是对能的感性的能的存在和这个他的特性的一个揭示 那么如果说能是一个感性具有认识和本体能的意义 你要探讨就是说对感性的人的说明 感性的人说明只能是在本体能的意义上说 而不能在认识的意义上说 那么本体能用什么范畴来说 用什么范畴来说 马上就提出来了偶然性这个范畴 偶然性 我们知道偶然性呢 包括在黑格尔那儿 都是做认识认的解释 那黑格尔是讲的最好的 变成法讲的最好的 偶然性是什么 偶然性是一个现象的东西 能不能通过偶然性去发现必然性 偶然性是受必然性支配的 这个你们学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讲的都是这个黑格尔 可以说在这个方面讲的很深刻 但是呢 伊比九楼啊 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偶然性的东西啊 它不是一个对必然性的认识 而是本身是一种存在 是一种存在 这个偶然性在本体能的意义上 它讲的是什么呢 内意性和不稳定性 也就是说它的不确定性 只是一种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 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那么这些概念啊 马克思用的这样一些概念 内意性不稳定性抽象的可能性 它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的所有是一个意思 人的自由创造和想象 也就是说偶然性表达的是什么 人不受外在必然性和命运出伏的存在 刚好我是不受外在必然性的 如果说我是以这个 外在必然性为我的界限的 那么人是不自由的 人只有摆脱了外在的必然性 他才是自由的 所以在这个摆脱了外在命运的 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能是一种什么可能性的存在 我既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 我就有多种发展可能性 我就有充分的选择的自由 充分选择的自由 所以为了说明人的可能性 马克思就区分了抽象的可能性和实在的可能性 抽象的可能性和实在的可能性 这个抽象的可能性和实在的可能性 马克思有一个说明 马克思有一个说明 这是他对伊布九罗的这样一个 和德莫克利特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分析 抽象的可能性是伊布九罗强调的可能性 也就是偶然性它的这个本体论的实质和意义 而实在的可能性是德莫克利特讲的可能性 马上说就是在讲可能性上 也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 他这两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他说这两个刚好是相反的 他说实在的可能性就像知性那样 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 这是讲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知性的这个知性讲的是什么 认识的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他在讲实在的可能性的时候 是用认识的概念来理解可能性这个概念 所以呢他就把它限制在这个严格的限度里 在一定的限度里 这个限度是什么 就是他是有条件的 就是说我这个可能性 可能和不可能是什么 以外在条件为根据的 如果外在条件消失了 我就不可能了 如果外在条件有了 我就可能了 就像这个毛泽在说 这个鸡蛋可以变成小鸡 可以孵出小鸡来 但是石猴不能孵出小鸡来 是吧 这是什么有这个内因和外因 它是有条件的 有条件的 他说而抽象的可能性 抽象的可能性呢 他说却像幻象那样是没有限制的 他刚好是摆脱了外在条件 任何外在条件都不要 所以他是没有限制的 实在的可能性 理求证明他的客体的 避难性和现实性 就是他是针对客体的 而抽象的可能性呢 涉及的是不被说明的客体 我不是讲了客体的问题 讲的是说明的主体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实在的可能性 讲的是一个条件 讲了一个外在的东西的话 那么抽象的可能性 讲的是主体是什么 讲了主体是什么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 这个 只要对象是可能的 就可以想象 就可以想象的就行了 我只要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想 凭文可以想象的就可以了 所以抽象的 抽象可能的存在 可以想象的东西 不会妨碍着思维的主体 就是这就是讲的一种哲学嘛 是吧 哲学它的思想是自由的 它不会为外界的这样一个条件啊 什么实证的东西所限制 实证的东西 实证的科学 比方说我物理学 一定要受实验的限制 我是一定要有外在条件的 所以他说哲学东西刚好就不是的 所以这样呢 他就说 它是不会妨碍主体的 不会成为一种障碍物 他说至于这个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 那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对象本身 不是对象本身 因为它强调是主体问题 我的自由的想象 自由的发展的问题 而不是考虑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 哲学不考虑实现的问题 它对现实就是一种批判 就是一种开拓的一种理想性的东西 理想它不需要这个现实 所以这样马克思就把这个 通过这样一段话 就把这个抽象的可能性 和实在的可能性把它区别开来了 就是说抽象的可能性 它是以偶然性来规定的 是针对人的主体存在的 而实在的可能性 它是由必然性规定的 针对的是客体的存在 所以一个讲的是主体的问题 一个讲的是客体的问题 这就是德摩克利特和伊比基罗 和德摩克利特的一个差别 第二个呢 抽象的可能性 它是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 它表现的是人的想象力 和人的思辨能力 表现为 人的创造是不受外在的条件限制的 而实在的可能性呢 是和实证科学相联系的 讲的是 人的存在的根据和外在条件 因此它所表现的 是外部世界对人的一系列的限制 因为我要考虑它的实现问题 所以我就必须要符合你的外在条件 符合你的外在条件 那么这样一个马上说 当你受到这样一个外在条件的限制的时候 这种可能性就等于说不可能性 不可能性 因为你是为避难性所规定的 而刚好呢 你不受外在条件什么 表现为这个 你不需要这个受任何的限制 不需要受任何的限制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 由这两个所决定 所以抽象的可能性呢 是把人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 它是一种创造性的 因为它不受任何限制 所以它是创造的是自由的 而实在的可能性呢 把人看作是一个被规定的存在 你是被避难性规定的 所以你这个实在的可能性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哲学的这样一个概念 是一个论识论的概念 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 所以马克思讲的这个抽象的可能性 高度赞扬啊 这个讲的抽象的可能性呢 就是一个偶然性的一个本体论的 这样一个意义 这样一个意义 所以马克思把感性的人的存在 通过这样一个论证呢 就把感性的人的存在呢 看作是可能性的存在 是不受外在必难性的存在 但是马克思认为 人的感性的存在 它是自由的 不受外在必难性的存在 但是不等于说 它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这个内性呢 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它说也是有任何根据的 但是这个根据 不是由空间组合而成的 因果必难性 就是这 它的根据啊 不是一个外在必难性 由一个空间组成的 长宽高我给你定好了的 这样一个必难性所规定的 而是由时间的绝对性 绝对变化决定的 所以呢 它就提出了一个 这个 这个偶然性存在的 这样一个根据 它是这个偶然的 这个也是和这个 传统这个哲学不同的 就是以前哲学在讲 它的这个值的规定 对一个事物的值的规定的时候 它都是讲的一个空间的存在 所以这个空间的概念啊 它是一个 一个内在规定性的 那么马克思因为 它是探讨的什么 人的感性的存在 人的存在 生命的存在 它是什么 它是以时间 是一种历史表现出来的 所以他说 它是由时间的 绝对变化 实现的 现象的 绝对形式啊 表现出来的 那么这样一个 绝对现象的形式是什么呢 马克思就 讲了这个 时间的一个定义 就对时间来 作为一个哲学的定义 他说时间呢 是现象的绝对形式 是现象的绝对形式 也就是说 它是现象的根据 你感性的人 是不是感性 是不是一个现象的东西 那么我要找到 这个现象的根据是什么 马克思说 它不是一个空间概念 空间概念是一个因果必然性的 而是一个时间概念 所以他说时间呢 也就是被规定的 偶性的偶性 被规定的偶性的偶性 那么这个偶性呢 是一般实体的变化 偶性的什么 偶性的偶性 这个偶性是什么 他首先说偶性是一般实体的变化 我看了 是一个看得见的事物的一个变化 偶性的偶性呢 是这个实体变化自身的一个根据 是实体变化自身的根据 所以他说这个根据呢 就是作为自身反应的变化 是作为变化的变化 就是实体发生变化的这样一个根据 他说现象世界的这种纯粹的形式 就是时间 所以他说时间概念呢 这个地方啊 它是作为 如果以前的这个德木克利特 是以空间这个概念 作为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根据 你们学的这个笛卡尔哲学的 笛卡尔哲学说 对一个事物的值得规定是什么 广延性 是吧 广延性 这是你们学的 广延性指的什么 是一个空间概念 所以他整个近代哲学 它是以空间概念定位 这个是和力学的研究是相适应的 因为你力学的东西 它是一个看见从这儿到那儿 所以它是以这个外在的一个 外在的形式长方高来规定的 那么马斯这儿提出来 你要把一个外在的形式 对自然的研究 转换为对一个人的生命的研究 感性的人创造性的研究 他就认为了所表达它的根据 不应该是一个空间的 这种广延的概念 而是应该是时间的概念 时间的概念的根据是什么 是变换 是变换 因为你是历史的 所以它是变换 所以它是作为变换的变换 作为变换的根据 所以现象世界这种变换就是时间 因为时间是一个不断流动的 是吧 不断流动的 所以现象的绝对形式 也就是说时间被规定为偶性的偶性 偶性的偶性 也就是说偶性的根据 也就是说 是偶性一般时间变化的 这样一个根据 是一个根据 这是马克思讲的这样一个 那么他就 在这个里面呢 他就讲啊 就分析 他说感性世界的变异性 作为一种变异性 感性世界的变换 作为变换 他说这种形成时间概念的现象的自我反应 都在被意识到的感性里有单独的存在 因此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 形体化的什么 形体化就是它的资料 是吧 它的特性 然后时间呢 就是这个特性的一个内在根据 就是内在根据 所以就是感性世界 存在着的自身反应 存在着的自身反应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是以这个时间的绝对形式 时间的绝对形式 为人的感性根据 也证明了他的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说感性是人的自我创造的存在 也是人的自由的历史性变化 就强调啊 它是一个既是一个存在的概念 同时它也是一种变换的概念 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变化的根据就是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说 对于哲学的根据它的值的规定性 从空间的因果必然性 转化到对偶然性的一个规定 转化到偶然性的一个规定 从对空间的规定 转化为时间的规定 是人们的这个哲学观念的一个重大的变革 重大的变革 那么马克思通过他的对伊比纠楼的这样一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分析 然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实现了哲学 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观念的一个变化 观念的变化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马克思提出了他的第三个观点 哲学的世界化和 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 就是马克思认为 伊比纠楼的原子论当中的个体精神就是哲学精神 就是哲学精神 他说哲学的精神呢 就是批判 就是批判 但不是鲍尔所说的精神的批判 而是一种实践的批判 实践的批判 那么这个时间的批判呢 也就是以世界的哲学化 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来说明的 也就是说什么叫精神的批判 什么叫实践的批判 那么就是以这个话来表明的 这个话呢 实际上马克思讲了三层意思 首先呢 他就提出来了 他说哲学本身就是自由精神 哲学本身就是自由精神 因此哲学的实现 就是能得自由精神的实现 自由精神的实现 这就强调了这个哲学的本性是什么 哲学的本性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强调 他说能得自由精神啊 具有内在矛盾和内在否定性 这个我们已经刚才讲了 就是说他分析这个原子的时候 讲这个个体自由的时候 他是从结构上讲的 所以你有这个 你的现象的形式 那么同时呢 你有现象的存在 那么同时也有精神的存在 你的这个自由精神的实现呢 就是打破你的这样一个物质的存在 实现 使他的精神世界走向出来 就是说走向这个外部世界 那么和外部世界建立一种反思的和实践的关系 反思的和实践的关系 在这个里面呢 所以马克思说 世界的哲学化 就是世界在哲学当中扬弃自己的缺陷 那就是说世界走向哲学 走向精神的东西 如果没有哲学 那么这个世界就是自然的 就是世俗化的 就是说它是没有这个理想的一个世界 就没有理想的世界 那么哲学的可以说 把它的理想 把它的自由精神 给予了现成世界 所以现成世界才是完美的 一个没有精神的世界是不完美的世界 不完美的世界 整个世界它只有物质中没有精神 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世界是需要哲学来扬弃自身的 那么马克思说 同时呢 哲学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精神 它必须要在世界当中 也就在现成的世界当中 去现实的文化当中 去找到自己的缺陷 找到自己的现实基础 把自己精神变成一种感性的存在 一种感性的创造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所以这个人 这个哲学呢 也必须要世界化 这样呢 它就是表现为一种 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性 这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一个实现 一个实现 那么第三个呢 它就强调 它说哲学的实现呢 必须通过双层的否定 一个是对世俗世界的否定 一个是对自身 这个内在规定的否定 所以在这个思想 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 得意志意形态里面讲的 就是说人们在实践活动当中 一方面使外部世界发生变化 一方面使自身 人的自身的自然发生变化 所以实践带给人类的变化呢 它是双重的 就是说除了外部世界的变化以外 还有人自身的变化 它总是在这个双重的变化当中 实现自己 实现自己 那么这样呢 就是通过这样一些研究 这三个层面问题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通过对自我意识的结构的研究当中啊 发现了人的实践力量 发现了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特征 那么这样一些思想呢 虽然马克思啊 没有这个 在博士人文里面 以一种这个 明确的形式完全的展开 但是呢 他却提出了一种 唯物主义的心得理念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理念和黑格尔的哲学 和菲尔巴哈的哲学理念 是完全不同的 它表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新的哲学的思维方式 正是这样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 奠定了马克思哲学发展的一个基础 以后呢 马克思这是 可以说这种形式的革新 带来了马克思对内容的一个批判 对内容的批判 而内容的批判呢 又丰富了这样一个思想 而从这个思想的革新当中 如果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 哲学的心得观念化 那么从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它不是一种实证科学的 它不是一个科学主义的实证科学的 不是一个决定认的旧唯物主义 而是能文主义的 充满了历史主义和批判精神的新唯物主义 新唯物主义 这是它的新唯物主义的一个含义 一个基本的含义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马克思 他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自我意识的问题 强调自我意识的自我矛盾和自我批判的时候 它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它的哲学 由于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建立起来的新的观念 我们不能把它等同于青年黑格尔派 不能把它等同于青年黑格尔派 尤其不能把它等同于鲍尔尔的哲学 因为在这个里面 他已经明确地 特别他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的时候 他已经超越了鲍尔尔的这样一个哲学 对自我意识的这样一个说明 这种说明不是在个别的细节上的超越 而是在他的思维方式上的一个超越 思维方式超越 所以在这个里面 马克思哲学可以说 他没有当他写完博士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 或者说我们更早地说 他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青年黑格尔派 他的哲学也没有停留在黑格尔的维新主义哲学的一个水平上 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 特别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史上 特别要强调的一个问题 特别强调的问题 因为以前能不能都把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博士论文 当作维新主义的观点把它抛在一边 没有讲他的这个思想的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要讲他的结构就是看到马克思的思想 如果我认为如果不看到马克思的这个博士论文里面 所提出的这个新的哲学框架 新的思维方式 新的哲学观念 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的实践哲学是什么 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 他所引起的哲学史上的观念的变革的意义是什么 都不可能理解 所以我们要理解马克思的整个哲学思想 必须要理解他的博士论文 特别要从哲学观念的变革上来理解这样一个思想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博士论文 作为一个重点来加以专门的来讲授 而且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在这个里面已经超越了这样一种抽象诗变的形式 进入了对感性的人的说明 感性的人说明 这是他整个我们是不是看到 菲尔巴哈提出来一个第一条 就是讲什么是感性的人 但是你不读博士论文你不知道他是怎么理解感性的人的 他为什么要说既不是黑格尔的这个抽象的这个能动的精神 也不是菲尔巴哈的这样一个感性感性 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刚看这个第一条 你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把博士论文一分析 我们就知道他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可以说他的这样一个思想 在他的这个菲尔巴哈的提纲里面 是以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而他的思想内容重塑到他的最早的对博士论文 这个对这个早期的希腊化哲学的这样一个研究当中 这就形成了他的变成为这个新维吾主义的一个起点 一个起点